大家好,我是Sekoe米达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 在當youtuber之前的職業是什麼 那首先呢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當youtuber之前的工作是什麼 我只有兩個我覺得我最想分享的工作好了 其實我才剛畢業兩年 因為我眼閉的關係 我在大學期間就是我當了大概三年的DJ 就是電台的DJ 然後呢做了半年的電視台 那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是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加入了我們學校的廣播社 有學長就是帶著我這樣子 他在那個電台工作 然後他剛好就是要離職了 然後電台剛好就是有缺人的關係 那看我要不要偷履歷看看 因為反正也很多人參加吧 就算我偷履歷我也不一定會中 但我就很幸運的就是 我就被找去試音錄音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超級無敵開心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才剛升大二吧 然後我就收到這樣的通知 大概維持了三四個月的訓練期之後 然後我就上線了 天啊我只能跟你們說 我覺得那是我人生當中最最最棒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愛講話 很愛分享有的沒的事情的人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我的舞台 所以我做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呢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還沒進入電台的時候 我的夢想是進電視台工作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夢想 所以我後來就是到了台北之後 我就去了電視台工作 然後我覺得那是我人生當中最大的噩夢 我只能這麼說 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本身不適合那個環境 並不代表那個環境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在電視台的時候 我是擔任企劃的工作 然後你們也知道 擔任企劃的話就是要寫腳本 負責就是整個節目裡面的流程跟內容 然後你必須就是要敲藝人 然後還要再跟藝人對稿 然後你必須還要跟製作人 確認這些腳本好不好 就有的時候你跟這個藝人確認好這個通告 他可能臨時出了什麼狀況 或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當下你只能隨機應變 就趕快想另外一個方法解決 或者是趕快去找另外一個藝人 就是來替補這個位子 我當時因為我是沒有任何的背景的 因為我本身大學是念德文系 那時候我的薪水 我就只有零底薪 就是傳說中的22K 你知道22K在台北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你基本想要住一個不是太爛 但是其實蠻爛的房子 大概就要一萬塊了 剩下的一萬塊就是我一整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我那半年我幾乎完全沒有存到任何的錢 然後我身心靈也就覺得很豐富很受創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是因為我以前非常的嚮往可以在電視台工作 但是當我進去之後 我真正就是大開眼界 原來這就是原本我夢想的一個職業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後悔 因為至少我看過了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他們在電視台就做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 這可能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好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為什麼會想要成為Youtuber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喜歡講話 很喜歡分享事情的人 不然的話我也不會在電台做那麼開心 那另外一點是因為 當時就是其實我是在寫 我只有寫部落格而已 我就是沒有拍影片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沒有很多人拍影片 就是為什麼要拍影片 而且拍影片這件事情 就是除了第一個你要對著鏡頭講話 就是有些人必須要克服這個恐懼之外 第二個就是你要開始就是慢慢學會做編輯 但你們知道如果是對於一個完全不是傳播相關科系的人 編輯這件事情要重新學是有一定的 也不是有一定難度 就是你必須要花心思 花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男朋友他就一直鼓勵我 就是你拍影片你拍拍看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啊 好啦好啦就是為了不想跟他吵 我就覺得好那我就拍拍看嘛 然後我就拍了 因為我除了在大學的時候就是我當 我很常就是接一些活動的主持之外 就是那時候我也就是很希望就是 可以就是當記者 當記者其實是我高中的時候的夢想 但是我後來覺得在YouTube這個平台上面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因為我本來以前在那個電視台就是做節目企劃的時候 我本來就是都是負責想腳本的人嘛 我只是讓主持人跟藝人他們就是去按照我的腳本去進行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既然有寫腳本的能力 那我就有寫腳本就是給自己的能力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就是在成為YouTuber以後的心得 但是呢我覺得在當YouTuber的時候 就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克服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避免掉可能有一些人 就是會匿名惡意的攻擊你這件事情 我相信這樣子的行為 不管是你到幾萬訂閱幾十萬訂閱幾百萬訂閱 一定都會有這樣子的人就是看你不順眼 所以我覺得當你就是非常的確定 你想要做YouTuber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自己說我沒有辦法避免 可能會有人不喜歡我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 你今天去公司上班一定也會有人看你不順眼 你今天在學校一定也會有人不喜歡你 我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我們可以盡量讓自己不要成為像這樣子 就是惡意攻擊別人的人 我也不可能因為你個人對我的偏見 而因為你說的話去改變我現在原本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喜歡你的人更多嘛 那大部分你為什麼要去為了那些少數的人說的話去改變呢 我身邊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說他們都覺得就是我是一個拍影片 經影片非常有毅力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毅力來自於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觀眾的回饋 然後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大的動力 你要說今天你當YouTuber你完全不在意你的訂閱數 你完全不在意你的觀看次數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今天很認真的在念我的段考 但是我後來段考考了一個不及格的分數 你一定會很受傷 我相信每個人多少會在意你 一定會在意有沒有人願意看你的東西 有沒有人真的喜歡你的東西 今天當然數量越多的話你會越有成就感 那我覺得就是我可以就是繼續一直這樣子拍影片的動力 其實都是來自於現在就是在收看影片的你們 因為我覺得你們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 不管是直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給我的 或者是私訊給我的 我覺得很多的文字雖然我們不曾見過面 或者是我們可能只是短暫的相遇 短暫的打了一個招呼 因為你們給我這樣的留言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種使命感 就是我想要拍出更好的東西 所以我是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人願意看 所以我也剪得很開心 我到後期的時候我剪影片都是非常快樂的 就是我很享受在剪影片這件事情當中 我覺得其實做每件事情都一樣啊 你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一定要非常的有熱情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有很多就是學生都會跟我說 他們就是也希望他們可以拍影片成為YouTuber 成為YouTuber之前你可能要認真的問你自己 就是你為什麼想要成為YouTuber 每年的六月份 我很常就是會收到很多的那種學弟學妹 他們就會問我一些有關於就是生涯規劃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勇於去嘗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在你還沒有做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適不適合這份工作 就像我還沒有去電視台之前 我永遠都對電視台有個很大的嚮往 但等到我去了之後我就覺得天啊他不適合我 因為我做過了所以我不後悔 那我現在要來回答Gini的問題 他的問題是 因為DJ給人的感覺都是很健談的 所以我想問問阿媛你覺得自己的社交能力如何呢 是不是真的像大眾所想的那樣子 應該是說在跟在不熟的人面前 我是一個非常慢熱的人 我在鏡頭前面我可以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我在當DJ的時候我可以對著麥克風一直講話 其實我在真正的社交的時候 我大部分是處於一種就是比較尷尬害羞型的人 就是我並沒有因為我自己是Youtuber 或者是我當過DJ 然後就變得就是很健談 每次我男朋友帶我去那種聚會有的美的 我幾乎都是非常安靜的人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你在鏡頭前面在麥克風前面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一直講話 我只能說因為鏡頭不會給我回應 我在拍完這次影片之後 我才會看到你們每個人下面的留言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尷尬 對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記得一定要去看另外兩位的影片喔 愛玲的日常還有Gini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去看 因為他們兩個影片也非常的有趣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呢也祝大家畢業快樂 然後如果你們有任何就是有關生涯規劃的問題 也可以跟我討論 因為我其實還蠻喜歡跟別人分享這種事情的 就這樣子希望你們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